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这节课我们来讲讲文章的结构问题。 文章的结构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的知识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这样我们在考试当中才能够看清楚原文的结构, 也才能够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考试当中的缩写这道题。 好,下面开始第19课。 这一课我们要讲以下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文章的结构?它有什么重要性? 二,继续文有哪些主要的结构方式? 三,继续文有哪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下面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文章的结构呢? 文章的结构指的是文章中组织材料编排内容的具体形式。 那么结构对文章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把文章比喻成为一个人。 主题是这个人的灵魂。 我们把内容比喻为这个人的血肉。 而结构就可以比喻为骨架。 没有骨架, 血肉是没有支撑的东西, 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形体。 灵魂也就无所寄托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结构, 各种材料就如同一团乱麻, 不能形成一篇文章, 主题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表现了。 因此, 结构是文章除了主题内容以外的第三个要素。 要写好文章, 就不能不认真考虑文章的结构设计。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继续文的结构方式。 文章的结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同的文体, 结构的设计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来说, 我们的HSK6集在书写部分 主要会涉及到的文体是继续文。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五种常见的继续文结构方式。 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结构。 按照空间、位置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把按照时间顺序和按照空间位置结合起来, 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按照作者对事物、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 来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用并列组合的方式来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先来讲第一种, 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结构。 事件的发生发展, 人物的成长经历, 景物的所见所闻, 都是处在一定的时间线条上的。 所以,一般的作者在写继续文时,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文章的结构。 这种结构的文章, 常常会给人有条不紊、次序井然的感觉。 继续文的第二种结构, 是按照空间位置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展开, 都是以一定的空间为背景的。 自然风景和城市风貌等也可以用不同的空间为单位来呈现。 所以,在写作继续文的时候, 常常会采用的第二种结构方式, 就是按照空间位置来安排结构。 这种结构的继续文有两种基本的形式。 一是作者让自己处于某个固定的观察位置上。 然后,由此分别观察处于不同位置的几个事物。 这样的安排是从局部到整体来加以体现。 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自由度相当大。 二是作者让自己处于行动之中, 并按照行动的路线, 逐个展现观察到的不同事物。 这样写来交代的非常清楚, 文章的结构也就严谨而有序了。 不管采用这两种当中的哪一种, 空间的不断转移和有序推进都会使得文章条例清楚, 内容充实。 继续文的结构的第三种是把按照时间顺序和按照空间位置结合起来, 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这种结构也有两种具体的形式。 一是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位置完全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间也在一个一个的变换。 这种结构模式比较容易掌握, 是比较常见的。 二是时间顺序和空间位置并不完全一致, 形成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的状态。 作者可以在同一时段中展示两个甚至三个空间的情景。 这种结构有利于对处于不同时段、 不同空间的人和事等进行有条理的叙述。 这种结构模式比较适合表现时间跨度比较大, 空间转换比较频繁的人和事等比较复杂丰富的内容。 对于HSK6集第101题来说, 原文一般在1000字左右, 一般只能反映单一线索的故事, 所以使用这种结构的可能性不大。 继续文结构的第四种, 是按照作者对事物、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和发展 来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这种结构实际上是第一种结构的变种, 因为人的思想感情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发生发展的。 只是文章的切入点或者说角度有所变化。 文章的内容不是或不主要是通过时间的推语来表现, 而是以作者内心的感受和分析认识为主线来呈现。 在表现文章内容时, 体现出层层深入的递进关系。 这是它与纯粹的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继续文结构的第五种是用并列组合的方式来安排继续文的结构。 这种结构就是通过对材料进行分类, 把意思相近的内容并列组合在一起, 以达到充分表现主题的目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五种继续文安排结构的方法。 应该说,不是说写继续文一定会按照某种公式去安排文章的结构。 我们只是总结出一些规律, 供大家在阅读原文和缩写的时候参考。 文章的结构是千变万化的, 仅这五种远远不能包含它的全部。 但这五种结构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 初学汉语写作的外国人, 不妨可以从模仿这些最基本的结构入手, 来练习汉语写作。 等到运用的熟练自如了, 就可以灵活多样的来安排继续文的结构了。 最后说一说, 关于继续文结构的几个具体的组成部分。 第一,段落和层次。 段落是指文章的自然段, 是写文章时根据表达意义划分的单位。 写作时每个自然段前面应该空两格。 写文章分段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作用是通过段落的划分来揭示文章所表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个的步骤, 使得文章的内容进展,节奏清晰。 第二个作用是通过段落的划分有助于揭示文章的层次。 层次是文章中比段落更大的意义单位。 在一些篇幅短小,内容简单的文章中, 有时候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层次。 所以自然段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层次。 而在一篇结构比较庞大的文章中, 有的层次包含的意思比较多, 需要分成若干段来表达。 这个时候一个层次可能就会包含几个自然段。 在这种情况下, 层次不能一下子看得很明白。 而自然段则有形式上的标志, 就是每段的前面有两个空格。 所以呢,可以帮助读者来更好的理解和区分层次。 段落的划分是为表达主题和内容服务的。 划分段落的基本原则是单一性和完整性。 单一性是说一个段落中只能表达一个意思, 而不能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混杂在一个段落中。 完整性是说要在一个段落中把一个意思表达得清楚完整。 不能把一个意思拆开放在几个段落中, 这样就会造成文章表达杂乱无章。 层次的组合要体现的是内容的同一性。 组合在同一个层次中的段落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在同一个大范围内的, 是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或角度去说明一个大的观点。 继续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过度和照应。 这是文章结构中的辅助成分,起到衔接和强调的作用。 过度就是在文章的层次或段落之间起连接的作用, 使它们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过度的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三种。 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在一段的开头加上但是, 其实,不仅如此,而且,总而言之等词语, 已起到连接和过度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在段落的开头和结尾用诗句, 整句或者摄问等来乘上起下。 另外,还可以用短小的段落来进行过度。 照应说的是,文章的有些内容需要在不同的位置互相照顾呼应, 以起到加强表达的作用。 常用的形式有首尾照应,就是开头和结尾相互呼应, 和文中照应,就是在文章中间多处照应。 继续文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开头和结尾。 开头和结尾在文章当中居于比较特殊的位置, 也有特殊的作用,是文章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基本成分。 文章的开头既关系到往下行文是否能够顺当, 也关系到是否能够使人产生读下去的愿望。 继续文的开头一般有这样几种常用的写法。 第一种,开门见山,直接剪题,便于让读者阅读时迅速了解全文的要点。 第二种,手段设问,然后针对问题逐步展开文章的内容。 第三种开头的方式,阐明写作动机,然后进入继续。 第四种,先渲染一下气氛,再进入继续。 第五种,可以引用明言警句来作为开头,揭示文章的主旨。 第六种,截取文章内容中最关键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点来作为开头,有意制造一种悬念。 文章的结尾是全文的总结,有时可以表现客观事物变化发展过程当中的最终的结局,有时也可以表现作者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结果,有时也可以承担两方面的任务。 有这样几种常见的结尾方式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第一,是顺着文章内容的发展趋势,点名事情的结局。 第二,是总结全文的内容,揭示文章主题。 如果这种写法与开门见山的开头的写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首尾照应。 第三,不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委婉含蓄的方法来点出主题,让读者慢慢领悟。 第四种,用开朗乐观或有趣幽默的语言来结束全文,给人留下愉悦的感受。 第五种,用饱含哲理的语言作为结尾,给人启发,发人深思。 继续文的开头和结尾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变化无穷的。 肯定不止局限在这里所举出的这些。 我们应该在平时的阅读中多加留意,渐渐地学习体会,就可以掌握更多的写作方法了。 好的,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请大家不要忘记做课后的练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